我們來看一下,我大概把最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做好的結果,這個應該Run起來就沒有問題了 就是直接可以連轉檔都不需要 那我最後的話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我給各位看一下,最後存檔的話就可以存成這個Excel 所以如果存檔,應該這個可以改成Uby.xl.sx 那打開的話基本上就可以長這樣子 那它裡面的話基本上也是一樣三個欄位 對,所以首先的話你需要思考 如果你要利用Pandas 所以其實利用Pandas把它存成Excel這件事情 其實它有固定的模式 反正就是產生Data Frame有三個東西 我一直強調,Data中間那一塊 左邊Index,上面是Colens 所以如果你假設能夠把它變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要存Excel就會非常的簡單 那只是說那個Data Data的話基本上就是中間這一塊 這個應該算是第一欄 中瓜湖應該是0,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中瓜湖1,中瓜湖2 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只要把它串在一起 放在Data裡面就可以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你必須要放的形態一定是… 中瓜湖,結尾一定也是中瓜湖 那裡面只要一筆資料一定也是一個中瓜湖 豆點,這個是第二個中瓜湖 豆點,第三個中瓜湖 也就是Data是這個裡面最麻煩的 如果你Data部分解決的話 那其他後面應該就好解決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試看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給各位做這樣的練習 所以喔,盡可能的 我講完之後喔,回去你試做看看 而且甚至你可以找其他的資料 反正呢,在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喔 有接近6萬種 隨便找都一定有啦 甚至你可以用關鍵字找你有興趣的 有沒有,你每天練習一個練習 我跟你講,絕對練習不完 而且每個每個都是可以一個一個關卡 有沒有,你會覺得… 剛開始練習會覺得很難 你越練越覺得還蠻有趣的耶 有沒有,然後越做你會覺得好像越上癮了 所以這處理資料也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 我們前提是要做出來啦 如果做不完卡關的話 那當然就不愉快了 所以建議啦,盡可能的喔 在寫程式問當中 我是希望喔,能夠讓大家都不要卡關 有沒有,要不要卡關你要想什麼樣方法 如果你卡關的話,盡量喔 不要鑽進去喔 我發現很多人就穿牛島間 一直在那邊亂改 改…改到最後亂七八八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有點歇斯底里了 而且就問他說 你到底問題在哪裡 他其實那個眼神是那個換散的 其實他最後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他的問題在哪裡了 OK,所以記得啦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我是建議你找一個範本 找一個可以work的標準的版本 先work,OK,對不對 然後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反正就改成那個會動的那個樣子 千萬不要自作聰明喔 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修改那個程式 那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很喜歡用自己的想法去寫程式 可是問題… 程式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有固定的規則 而且你要完全的遵守 你一點點都不能不遵守 有沒有 像中刮弧就中刮弧 大刮弧就大刮弧 有沒有 然後呢 裡面的雙引號、單引號這些 其實都有固定規則 你也不能說這個不遵守 那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第一個 我先把它關起來 第一個的話呢 我把它稍微復原一下 我把那個我改的步 所以剛剛是這一段有沒有 步驟二 那如果我改的話 其實改成像下面的狀況就可以了 那下面的狀況我怎麼改的 我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原來是這樣子 就是CSV的格式 那如果說我要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用Pandas轉換成Excel的話 那我其實是拿什麼呢 拿剛剛上個禮拜的那個 第16頁的地方 的這一段程式當範本 如果假設了 以後你實際上不會改 沒關係你拿這個來參考OK 或者你找個接近的 你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Ctrl-C 然後呢 先複製到底下 然後來改改看 有可以用的 有點像拼湊一下 拼一下 反正你一定要這個Data Index 然後跟什麼呢 跟Colents 所以第一個的話 其實我是建議啦 這個地方好像有Colents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拿這個站點 有沒有 S其實在欄位名稱 但是特別注意 欄位名稱部分 我們第一個欄位通常是會空下來 所以這個不要 給它兩個欄位名稱 就是這兩個 所以把它Ctrl-C 然後貼到這個Colents這邊 給它兩個欄位名稱 OK所以有Colents就完成了 記得在前後加上這個雙引號 表示這個是第一欄 我跟你講這個是第二欄才對 OK 然後這個是第三欄的欄名 大概是這樣 反正有幾欄你就給幾個 好 Colents解決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Data跟Index 那理論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裡可以把它刪掉 那再來的話呢 Data跟Index 通常需要一個一個串 所以呢 會把它放在FOR迴圈的上方 建一個空的Data 建一個空的Index 然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Index 跟這個什麼呢 這個Data產生 那之前我們是用V12 不過這裡我們用RAW的話怎麼改 其實我可以把這兩行 我複製一下 貼到我們剛剛這個Format裡面 就是FOR迴圈裡面 那首先的話呢 Data裡面要放RAW的第幾欄呢 特別是第一欄是0 所以Index應該是放這裡 這個Index裡面應該是放RAW裡面的第一欄 第一欄的話呢 是什麼 中國阿胡 裡面放個0 然後呢 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點TEST 這樣的話呢 首先Index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Data怎麼做呢 Data特別注意 Data是在它的串列裡面要放串列 所以記得喔 因為它需要串列 所以我給它串列 串列的話呢 就是中國阿胡 那裡面要放兩欄 哪兩欄呢 第二欄跟第三欄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邊加一個第二欄的資料 第二欄資料可以拿這個複字來改 第二欄的資料就是Index等於1 所以這個是第二欄的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中間加豆點 表示說這個串列裡面 我放了第二個資料 那第二個資料放什麼呢 第二個資料是放第三欄的資料 所以第三欄的資料 這是什麼 Raw裡面的第三欄 就是Index等於2 0 0是放這裡 1放這裡 2放這裡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就OK了 那printS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不用 那底下這個存成 這個CSV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回圈 這個其實 這個是 之前的 我們就把它delete掉了 我們就不用了 那理論上 我們這樣應該理論上就改好了 這個我把它拿到上面 這個改成 這邊好了 OK 改成用pandas來存檔 OK 所以我們基本上 把剛剛的程式改完之後 長的應該就像這樣 產生一個data 中國阿胡 index 這兩個 然後append的話 就是放第二欄跟第三欄 然後呢 index裡面是放第一欄 OK 然後呢column 就放第二欄跟第三欄的欄位名稱 那第一欄是空下來 這個 前面有講過 然後再分別把data跟index跟column ok 這三個呢 分別放在這邊 產生一個data frame 那最後的話呢 就可以print 把它print出來 如果print出來OK的話 那理論上呢 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 我也取名叫uby.excel 把它改成這個 存檔的名稱的話 改成uby.excel ok 理論上應該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先執行來看看 所以這邊執行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錯啦 然後 所以執行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 而且它data frame看起來 這個是第一欄 這第二欄名稱 第三欄名稱 然後編號有出現了 資料有出現了 column 列數 總共有兩個欄位 這兩個欄 沒錯 然後總共有幾筆資料 657 好像沒錯 好 那表示呢 應該就是ok的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根目底下 有沒有剛剛產生那個uby.xl xx 看起來ok 沒問題喔 打開來看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我把它拉寬一點點 或者直接選這三欄 快點兩下 也讓它自動 那你可以看到 結果就ok了 那裡面它這個空下來 是正常的 這是index 這是data 那這是column 就ok了 所以呢 如果假設 以後呢 任何的開放資料 任何的網路資料 你要存成esale 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是還蠻容易的啦 只要你解決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有沒有 那沒有困難吧 所以呢 再來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要不就試別的資料 要不就是說 試更多欄位資料 我們現在只有取三欄 你可以取多欄一點點 有沒有 比如說後面 除了說 這邊有什麼 總共的停車位之外 是不是你還可以抓什麼 目前可以借的有幾台 有目前可借的那個數量 還有目前可停的數量 因為其實大部分我們查Uy 我們都查這個吧 應該大家都有借個Uy ok 那站點到底有沒有可以借的吧 如果我去沒有 那當然不用白跑一趟 另外我騎到那邊之後 我附近哪些地方呢 到底可以哪些地方最近的可以停 那當然這樣 甚至這些資料 通通可以結合手這個APP 有沒有 甚至你還可以寫一個APP 懶人 有沒有 如果你要還車模式 他跟我講說 附近哪個地方 還有地方可以還車 告訴我就好了 你會發現那個Uyuy 他就是你還麻煩 你還要再去查說到底哪邊 然後呢 還要把它打開 你才可以還車 每次要還車 我都有點 就還要停下來 特別要查一下 所以如果有一個懶人的APP 設計出來的話 你隨便其實這也是還 蠻功德一件的 那目前的話 如果要寫這樣的APP 說真的還蠻 也不太困難 叫APP Inventor 有沒有 用那個積木式的 拼一拼拼一拼 然後資料也可以去抓 開放資料嘛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結合進來 你手機按了一按 有沒有 環車模式 然後自動幫我搜尋附近GPS 最近的位置 你就直接選一個 就導航過去就好了 如果你要借車模式 有沒有 借車模式按下去 馬上就有了 這樣的話 其實 說真的也不會花太多時間 而且喔 像這樣的APP 說真的一定會大受歡迎 因為我發現 現在人真的很不喜歡 太複雜的操作模式 有沒有 就所謂的UX 有沒有 不是UI 是UX UX一定要越Friendly 有沒有 所以還是要從那個 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我剛剛寫的這段程式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2頁 因為我怕說 大家可能只要有個地方 寫不出來就卡住了 所以為了避免 各位卡住的問題發生 程式都在上面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 XML轉換成Sale 最簡單的範本 就在我的雲端上面 其實你如果去Google 我跟你講 Google不見得到 而且之前我的Google經驗 都不是很好 沒有發現Google XML Python裡面 只要解析XML 天啊 潛質是完全無解 有啦 國外有很多 那個 人家提供一些 但問題你每個都要Try 我是真的Try完 所以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用Elementry 因為我是實際上Try了 非常多個模組之後的結論 就是Elementry是最簡單的 但它的缺點是 它的那個Parser 它一定要是檔案 這個是它的缺點 但是你說它是缺點嗎 那也還好吧 反正你就存一個檔給它 就好了 OK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模組 變成說你們可能就是自己 還是要找一些 這個 這個模組來 如果你懂得這個方法的話 那以後你要解決問題 就很簡單 有些程式不用寫 人家都幫你寫好了 所以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找到 你需要的模組 第二個的話 你把它掛上去之後 你要懂得去使用它 那後續的話 我想應該就簡單了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活學活用 那當然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主要目的好像就是找外掛 掛上去 問題解決 踹一下沒問題 那如果將來還有新的問題 沒關係 還是一樣 找外掛掛上去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但是最怕的是 因為我剛剛一直強調 自由軟體 我遇到的經驗是這樣 有時候其實不太好 因為它沒有跟你收錢 所以外掛本身有BUG 怎麼辦 你要寫信給它 你要寫信給那個開發的人 那個人 為什麼這個問題 它上面有討論區 有issue 你要去查一下 最近有什麼issue 有沒有什麼錯誤 你要自己去找答案 OK 所以感覺起來 這一點倒不是太好 所以 只有軟體的這個問題 就是你還是要有一點點 怎麼講 自己具備有找答案的能力 不過我覺得這個 對一般可能人來說 會是一個問題 但如果你假設你不希望說 花太多力氣在這上面的話 那我想 不然你就參考我的範本就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怎麼樣把XML 轉換成issue部分 再試試看 什麼 沒有 那 我 在 在 有